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刚才的动作没有问题了 来 那如果老师想要的是第一次的 我们换后面好了 换后面的 这样混在一起 刚出学会比较容易乱 好 再我们继续往后走 它这里是要跳上去 这个 它跳上去这个动作 然后编慢动作 好不好 跳上去这个动作 来 往后 它掉下来 它准备起跳这个位置 准备起跳这个位置 后面要加慢动作 一样的 它这个区块独立要慢动作 你要把它给剪掉 OK吗 剪出来 所以我们用刀片 好 过来之后点一下 好 切断咯 来拨 好 上去 然后一点点下来 我不要让它全部小 让它一点点下来的时候 有点正常版 等于是上面的时候是慢的 然后碰 这样 慢 碰 这样OK吗 好 这种感觉 好 来 然后再一个刀片 再剪掉它 听懂 来 慢动作刚才老师 快动作跟慢动作 为什么老师一直不肯让你们用 原因是什么 来 原因是 来 右键 右键进来之后 你先选这一个 速度一样 也是速度的工具 这边可以调速度 它可以让你的速度变慢或变快 所以我们要慢对不对 例如说它现在是22格 不到一秒钟 老师给它50% 50%的话是1分 1秒14格 所以这边可以去调整 你想要速度慢跟快的时间点 看你是要用几% 还是要用时间都可以 好 可问题是 当你这边的时间调过后 你看这里 老师按确定OK 你觉得这边很奇怪 理论上当我调整的速度 这影片应该要变长吧 时间增长 OK 它既然时间增长 你那个格子也要拉长才对啊 可到底没有动 就是我不让你们碰的原因 来 复原 你看 复原它也没动了 好 这是什么意思 代表着 我应该要demo给你们看一下 好 undo redo OK 来 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变慢动作了 拨 有慢哦 它就没了 后面好像不见了吧 被剪掉了 来 为什么 好 我们把它复原 我把它复原回去 好 我们再回去看哦 原因是因为 你这里的速度一旦设定了 不管增跟减 它给你的时间就这么 这个动就只有这样而已 你变慢 时间拉长了 它也不管 它就把你后面剪掉 今天倒倒是意思吗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做法 你如果调整了速度感 会影响着速度增加的时间 或减少的时间 在时间轴中必须能够去动 好 时间轴要能够动 这时候你一定要勾一个这个 白话文的意思就是指说 你的时间不管增或减 它会把下面的那个长度 自己塞进去啦 自己变短跟塞进去 所以你要勾那个勾勾 好 这要把它勾起来 勾起来 好 当你勾起来之后 我们再做一次哦 我刚做30% 好 确定 你看它长度就拉开了 下面的时间轴 有点类似波纹编辑 听过这个名词吗 中文 它波纹编 它就会联动的关系 就是其他的物件会联动 类似这个概念 好 反正你就记得 把它勾起来就对了 好不好 勾起来 好 勾起来之后呢 来 你看 播的时候 播 慢动作 好 回去正常版 听懂我的意思吗 它动作才会顺畅 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个是速度 然后快播 就是速度重播跟倒播的基本的动作 好吧 这都会 好 那做了差不多之后 你要把它存起来 我们就到这边存起来 等一下我们要加一些其他的东西进来了 OK 好 所以这个序列也差不多了 来 放各位 等一下来加文字